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是49天数算额梅尔的第一周 爱的能力和表达 数算额梅尔就是Sephyr和Omer 意思是Counting the Omer Sephyr它的希伯来文的词根 构成了一系列单词的基础 它包括书、故事、数字 甚至蓝宝石Sephyr 意思是通过数算额梅尔 就像蓝宝石一样 让我们发光变得清晰而有光芒 这49天数算额梅尔 是邀请我们进入人类心灵深处的旅程 人具有七种基本情感属性 但也是这些情感属性的扭曲 构成了人类所有形式奴役的根源 从月节到五旬节之间的七周中 每一周都致力于省察和完善其中的一种情感属性 这七种情感属性是 慈爱、力量和约束、美丽和平衡 忍耐和得善、谦卑和感恩、根基和连结、主权和领导 就在这七七、四十九个层面里面深入的提炼、完善和生化 第一周 赤、慈爱 所以在第一周数算额梅尔里面 要在爱的七个层面里面来数算爱的能力和如何表达爱 爱是生活中最强大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爱是所有人类交流的起源和基础 爱既是给予也是接受 爱使我们能够超越自我 体验另外一个人变成那个人来体验我 爱是我们学习经历神的工具 爱就是超越自我 实在第一天我们要操练慈爱 就是爱中之爱 第二天是克制 操练克制的爱和爱的自律 第三天是平衡、荣美 要操练平衡的爱和美丽的爱 我们在这一期里面 我们只注重在第一天和第三天的操练 数算额梅尔的第一天是Hazard of Hazard 意思是第一天要来检视自己爱的表达 每个人心中都有爱的能力 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实现和表达爱呢 Hazard 慈爱是无限的向所有人传播慈爱的属性 神的创造本身就是这个Hazard 慈爱的一种行为 他也被称为伟大的爱 正如我们像亚伯拉罕学习那样 行善是一人的本性 亚伯拉罕是无尽慈爱的典范和华日 他的帐篷四面敞开 他向所有人提供最热情的款待 所以第一天首先要问自己 我有能力去爱另一个人吗 我在给予爱的方面有问题吗 让别人进入我的生活对我来说很难吗 我有时间给予别人吗 我可以给别人留空间吗 我害怕敞开心扉 害怕受伤吗 我知道如何表达爱吗 我能表达我的真实感受吗 我会因为害怕别人的反应 而拒绝表达爱吗 我经常过早的表达太多爱吗 别人会不会弄解我的意图 我爱谁吗 我是否只爱那些与我相关的人 我有能力去爱一个陌生人吗 像不认识的人伸出援手吗 我只有在舒适的时候才表达爱吗 为什么我的爱情总是有问题 我的爱是否包含了其他六个层面 没有它们 爱就会被扭曲 无法真正的实现 所以在第一天 鼠窗额梅尔的操练时 在你送读鼠窗额梅尔的 祷告文之后 要写下这些问题 开始摸想 摸想你是否有这些问题 同时要写下一个人的名字 来操练你的无限的爱 鼠窗额梅尔的第二天是 Givura of Hesed 意思是约束和自律的爱 这个Givura的西伯来文的意思是 力量 它的意思是约束力 使一个人能够战胜他的敌人 无论他们来自外部还是内部 就是他的喜乐的倾向 这个Givura表达神无限制的 隐藏光的力量的体现 以便他的创造物 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 接受神的慈爱 这个Givura 它的西伯来文叫力量 它的西伯来文的数值是216 就是6乘6乘6 摩西在新来上输到 十戒的石板的尺寸 也是6乘6乘6手块 所以陀拉是从Givura of Mouth 意思是力量之口 给予摩西和以色列百姓的 所以在这里 这个Givura暗示了 神将它无限的光和力量 缩小比较集中在 陀拉有限的文字中 就是那些刻在蒙约石板上的石阶中 健康的爱必须始终包含着 纪律的元素和一定程度的距离和尊重 爱必须得到适当的限制和应当 就像雨是一种祝福 那只有当它落下的水滴 不会淹没田野 所以今天要问自己问题 我的爱够自律吗 别人会利用我的奉献的天性吗 我是否因为我如此爱他们 而将我的价值观体系强加在汤神身 从而伤害他们 我尊重我爱的人还是自私的爱 我对别人的感受和态度敏感吗 我是否将我所爱的人 视为我自己和我的需要的延伸 我是一个以爱的名义 宠坏孩子的父母吗 我不给我的配偶任何自己的空间 而让他窒息吗 所以在第二天数算额面的操练时 在你诵读数算额面的祷告之后 写下这些问题 开始默想 然后寻找一个人来操练 有克制的爱 也许你可以选择孩子或者你的配偶 按照他路的要求帮助他们 而不是按照你自己的要求和愿望 尊重他们 不强加自己的意见 接受不同的意见 也给予他们一定的空间和时间 你可能爱得太多而没有足够的约束 或者你可能有太多的约束而爱不够 这时候需要一种平衡 直到何时给予 何时停止 何时允许去做 以及何时退出 而不能以任何方式破坏其中应有的平衡 我们举个例子 像这只狗 无限的爱就是你吃多少都可以 约束的爱是 你吃这个冰淇淋只能吃一个 不然你就会肚子痛 S是无限的慈爱没有创造所需的界限 如果没有格罗拉克制的爱 就人性而言 如果无限的慈爱占主导地位 世界将充满罪人 因为爱遮盖所有的罪过 想法如果克制和审判战主导地位 没有人能够经得住审判的圣传 所以第三天数算俄美尔是 Tiferic of Hesse 意思是美丽平衡的爱 Tiferic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 荣耀光辉 但是从希伯来文的延伸来看 它具有美丽 灵性 平衡 整合的意思 所以它的属性的混合了 它的属性混合了 无限的慈爱和克制的爱 因此两种美丽的 完美的混合 可以让我们理解 平衡和美丽的爱 Hesse是无限的慈爱 和Ó Abram是克制的爱 都要通过这个中介来成功运作 Deferra将慈爱和克制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组成了和谐和美丽 它可以比作一件衣服 染上多种的颜色 并一种方式混合 从而产生美丽和专失 所以在人的内部 它等于怜悯的属性 真爱包括同理心和同情心 这使它成为一种美丽的爱 爱往往期望互惠的 但真爱却是愿意给予 即使一无所获 即使对方不值得爱 甚至伤害过你 它承认这个纪律 但是尽管如此 富有同情心的爱 帮助所有需要的人 第三天 属丧阿美的操练是 在你诵读属丧阿美的 祷告舞之后 开始默想 然后向一个陌生人 伸出援助之手 表达美丽的 富有同情心的爱 愿神祝福你在 数算阿美的第一周 操练如何去爱 如何去表达爱 如何拥有平衡美丽的爱 愿神祝福你在 每一天的操练过程中 以真实的领受到 爱是给予 爱也是接受 爱需要表达 爱需要约束 爱需要给予对方空间和时间 下一期的视频会分享 第一周的第四天到第七天 在爱的另外四个层面 来每天数算阿美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也欢迎订阅分享 选择学位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